有一艘巴拿马级货轮马优雅三号 昨天晚上在曾文西外海出口发生的搁浅 疑似是因为货轮的船毛损坏 才会失去了动力 21米的船员受困在船上 因为台风的关系海量太大 无法派出一般的搜救艇来救援 只能从高雄港调派大型的托船 预计今天早上一大早 会把搁浅的船只偷回高雄港 29号晚间10点多 一艘巴拿马级的渔船搁浅在台南弃谷外海 曾文西出口1.5公里处 船只因为机械损坏 失去动力在海面上载幅载程 目前海浪的浪高 大概在1到2公尺左右的浪高 那目前对于这个船只在行驶 尤其是小艇在行驶的时候 并不是很方便 海巡人员触动大批人力抢救 却因为台风带来的时机阵风 掀起好几公尺的海浪 海上急差搜救人员难以靠近 只能待在岸边待命 目前船上的人员 经由我们起务指挥中心 确认过了 目前人员状况均安好 好险受困在船上的21名船员 都没有什么大碍 海巡人员也立即从高雄港和台南安平 分别第二派两艘托船进行抢救 预计早上就会将搁浅的货轮 拖回高雄港 申讯州官员今晚如台南采访报导